近3亿中国人的睡眠质量差 国民平均睡眠时间只有6.92小时 天天看手机 几乎个个都是低头足 包子一动就咔咔讲 睡眠能没问题吗 我就经常浑身脖子疼 晚上老睡不好 还越睡越累 我50岁的肩颈 已经严重配不上我20多岁的年纪了 你还要点脸吗 肩颈有问题啊 得抓紧解决 选个能缓室疲劳的枕头很重要 爸妈眼里的传统瞧脉枕头 我不推荐 睡感很硬 容易没变滋生细菌 棉花枕头的价格便宜 但回弹力和支撑力太弱 容易落枕 我给大家推荐个护井枕 有什么析加热的记忆棉枕头 能热敷到我们肩颈的四大穴位 温度一共有四档 低中高强档 还可以定时 从15分钟到60分钟不等 特殊的蝴蝶造型 采用人体工学设计 让你躺着趴着侧着 都能很好的贴合颈部曲线 枕头三秒就能轻松回弹 能快速缓解身体的疲劳 老人 孩子 婴妈妈 上班族 都可以睡 让你一觉到天亮 两个件事清测 又香又好用 价格也香 同等品质的起码大几百 我们只需要一开点头 背货吧 背货吧 老人 孩子 婴妈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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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